我家旺财动得浑身瑟瑟发抖 我只好把电炉子给他打开烤火 只是他烤火的方式很特别 所以旺财 你只有屁股冷是吗 宿管阿姨 你天天让玩具熊在外面值班 你就坐在里面玩手机 你这样真的好吗 良心就不会痛吗 小领导 你干脆买一只熊娃娃值班就好了 别以为你猴姐比我大 嘴巴比我大 嗓门比我大 我就会怕了你 有本事你和我尬五啊 她还是个大成鬼呢 你尬什么五块走嘛 早了 我让你往上走 你还要问我吗 信不信我打你们公司电话投诉你 说实话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几楼了 身为老司机 我开车最注重的就是安全问题 没有几个安全气囊 我根本就不会上路 老司机 恐怕没人敢坐你的车吧 你根本就不是真正的老司机 一个真正的老司机很注意交通安全啊 你看上去 哎 并不安全 坐了这么多年的车 咱们栏目的欧阳胖胖呢 是从来没有系过安全带 直到那天坐他的朋友的车 他才知道不系安全带是会死人的 上车之后朋友非要让欧阳胖胖系上安全带 他一记 立马意识到自己快胖死了 哎呀 人都是这样 知道自己快胖死了 还是放不下手里的鸡腿啊 人都如此 更何况是狗子呢